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盤中盈錢 時間密碼 而且禮拜一好 親愛的投資朋友 雖然還有兩天就要放假了 但是每一天假如都能夠 盤中盈錢 時間密碼 而且每一週的開始 都能夠達到好的開始 一日兩勝 那就真的 每一天的感覺都不一樣 好的開始是成功的一半 所以10月10號以前 10月上旬 能夠盈盡量盈 那都是一個最好的感覺 親愛的投資朋友 今天什麼最強 散熱最強 散熱最強 你說老師 招了3324的雙紅公布營收 昨天晚上也沒有人打電話通知我 我告訴你一件事 你今天看別的節目 絕對跟你講雙紅 雙紅我多早以前跟你講 我真的不好意思講 雙紅我也是很早就講 但是問題來了 他在這邊的時候 難道你沒賣過嗎 賣過之後今天再去買回來 今天算有賺錢嗎 沒有 所以在公布營收的當下 有的時候你真的是沒有辦法去抓 那個第一支漲停滿的股票 任何跟你講說我雙紅什麼 100塊錢又給你買的 200塊給你買的 那都廢話 那一點利一點用處都沒有 這種話誰都會講 我也可以跟你講 雙紅我30塊買的好不好 40塊買的可不可以啊 沒有意義了嘛 重點是今天你看到雙紅漲停滿之後 你能不能在一萬一千點的情況之下 想辦法一萬零九百一萬零八百這附近 想辦法再賺錢啊 所以有些人講那個叫做 叫做叫什麼歷史好了 哎呀你看現在股市一萬點了 我如果三千點叫你買 你現在就變成王永慶了 這種神話不用再信啊 個股是這樣股票 那麼指數也是這個樣子啊 親愛的投資朋友 請問雙紅大長 難道你沒想到 同樣的散熱族群 這樣子好了 來同樣的散熱族群 都有可能被帶動嗎 同樣的散熱族群 都有可能被帶動嗎 至少你從這裡轉過來就好了嘛 對不對 我的家族成員就是這樣子啊 空訊到就數鈔票 坐對一檔就夠了 而且現在就下車了 這不就是很快樂嗎 老師啊對啊對啊 你一百萬的融資耶 一百萬的融資 但是如果你接到這個抗訊 我們現在還是說假設 你可以打電話來查證 我們只能在電視上講假設 電視上不能講績笑的啊 也不能告訴你說 今天賺多少錢啊 我們只能假設說 如果有一個人 他拿一百萬的融資 一個人有兩百五十萬的融資額度嘛 我不管你是什麼倉儲管理員 只要你敢開戶 只要你敢說我要做信用融資 就有兩百五十萬的一個 最基本融資額度嘛 那你今天一下來的話 很清楚的 早上只是兩通訊息 融資對融資充掉了 就像空氣對著空氣充了 結果呢 掉下來是四萬五千塊 你說老師 除了這個以外呢 還有更少的 來各位注意 8046的南電一樣跟上來了 8046 老師南電怎麼可能 跟這個雙紅也有關係呢 各位注意啊 股票市場裡面 你一定要看穿數字的內容 這就是你找我最重要的原因啊 他所有的股票 他彼此之間是會有連動性質的 特別是前面這三個時間 所以叫做盤中迎錢時間密碼 股票是表達什麼 表達是一個心態啊 現在的心態是什麼 現在的心態你跟我都很清楚啊 今天就算是法人 那個雙紅沒有交出成績單 沒有告訴你說我今天賺了多少錢啊 尤其是現在橫管內線的時代 大概就只有雙紅的一些高層人士知道 就算雙紅基本員工 他可能也沒有辦法看到最後的數字吧 他只能覺得說我生意好像沒有 好像還不錯這種情況 你懂我意思了沒有 所以數字還沒公佈出來以前 你看也有一翻兩瞪眼了 我忘記哪一檔了 那個有一翻兩瞪眼了 一翻出來的時候糟糕 那情況不好對不對 也有一翻兩瞪眼了 那個3583 一翻兩瞪眼 怎麼會台積電的周邊 還有一家生意不好的 這就是營收公佈啊 所以你不能跟他猜啊 你的老師都跟你講說 哎呀你看我 我禮拜五就知道說 雙紅的營收會上漲 那你知不知道 心裡的營收會下跌啊 萬一你猜錯的就是這個結果 我們不用猜 雙紅漲上去之後 雙紅漲上來兩個原因嘛 一個是手機的基地台 一個是現在手機越賣越好 對不對 手機越賣越好 是不是我跟你講的 那這種情況之下 對誰最有益 兩個共同都有的 叫做PCB的載板 所以呢 是不是又多賺一檔 所以我常常講說 你如果懂股票的人 上游下游賺你就夠了 他表達的心態是說 大家覺得雙紅不錯了 所以各位看到沒有 有沒有操縱的營收啊 也還沒有啊 跟你猜嘛 雙紅生意都好了 那操縱應該也不錯嘛 對不對 有沒有3483啊 有沒有力次的營收 沒有啊 有沒有2421的營收 也還沒有啊 因為這幾天都要猜 那這個好了 我相信整個族群都會好 有沒有8046南電 也還沒有啊 對不對 有沒有南電的 也還沒有啊 但是呢 南電前面還有個華通 已經有數字出來了 還不錯創新高啊 華通創新高 南電應該要創新高 基本上 兩個做一樣的嘛 你在同一條街賣蚵仔米線 他生意很好 你生意真的會不好嗎 只要你口味 不要擦人家太多就好了 這叫做什麼 盤中的心態 這叫什麼盤中的資金 會向有利的方向流動 那誰是多頭 今天雙紅代表的是多頭 雙紅會帶動多少個股 這就是你要找得到的答案啊 對不對 10月4號的時候 是不是一樣 AI啊 那時候3661的四星科最強 對不對 四星科會帶動誰 那你要想辦法去找啊 這就是你找我最重要的目的啊 而且你要動作要快 想法要快 唉唷 那個香港大亂了 黃金搶了 除了黃金搶的是比特幣 也應該要搶一下 是不是這個情況 所以我每一天在節目上面 我幾乎可以這麼說啊 還有我的家族成員 現在有很多朋友 我必須要這麼形容一件事啊 我們代議說 大三月才 那對我們來講的話 叫做散戶 對阿兵哥來講 叫做散兵游泳 什麼意思呢 唉唷 我每天工作好辛苦 一天多少 有的公務員跟我講說 有的公務員說 他一天可以賺個幾千塊 兩千兩千塊 好辛苦 結果有的時候 加班加到晚上八點九點 公務員已經是很好命了 那有的是更 就是那個站在那邊 比方說7-11的服務人員啊 送貨的啊 問你一天能夠賺幾千塊錢 我說過基本上來講的話 就算你那個外送那個panda的 聽說有人可以外送到12萬 我跟你講那騙你的啦 6萬不錯的 6萬一天也不過才兩千塊 你有沒有想過 不用刮風不用下雨 親愛的投資朋友 有刮風下雨嗎 沒有啊 你只要訓練你自己本身 對於流水理論的能力啊 你只要訓練你自己本身 看盤盤中密碼的一個能力啊 你最簡單的方式就是 想辦法撥通這個專線 趕快先問清楚 我今天都不怕各位知道耶 為什麼 因為現在有了臉書啊 現在有了這個所謂網路啊 我們說過啊 昨天金鐘獎才剛開幕完畢啊 現在開始呢 假如你在網路上面亂寫亂講的話 以前人家說老師上電視都 有很多老師沒有臉書的 沒有臉書的 我跟你講一件事 你最好就不要管他 也沒有那個LINE 你也不要管他 那個跟張曉燕小姐一樣 給他一個終身成就獎就好了 是這樣嗎 講到那邊去了 總之呢 現在有臉書了 現在有網路了 你還怕查證不到 撥個電話查證一下 然後你做決定 這我沒辦法幫你啊 我能夠幫你的就是這個啦 你做了半天 可能做後備這四千塊 你那個做外送Panda要賺到十二萬 一天要送四千塊 我可以幫助你變成這樣子啊 有可能啊 變成十倍啊 四千到四萬是不是十一倍 我還給你少算個零頭呢 那是十倍而已嗎 現在的投資朋友 如果兩次呢 所以人 我常常跟我兒子說啊 他現在才小學二年級 你長大一定要跟爸爸學理財 理財才能夠改變你的命運 歡迎各位 撥通你的專線 想辦法去改變你的命運 你不想撥通你的命運 永遠辦法沒辦法改變 請你想盡辦法趕快跟上來 要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神聖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